大家好,我是亚超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圣经是智慧的源泉吗? 圣经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篇诗篇十九篇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纯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风房下敌的蜜甘甜 这边到底在讲什么? 说圣经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 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 其实就是在讲智慧的 今天不论你从任何一个角度 你看世界的文明都是受圣经非常大的影响的 我在过去十年有机会到欧洲各大博物馆去参观 到柏林,到巴黎,到马德里 他们的博物馆都非常的好 很多的收藏 可是十年前我到了英国 这是大英的博物馆 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些跟这个比 真是小屋见大屋了 这里面所收藏的 光是我们中国的瓷器、玉器就不知道多少 在这里他们收藏了许多人类文明的结晶 比方说这是叙利亚一个城门就这样搬过来 可是让我非常诧异的就是 他们也展览一些大洋洲这些落后民族的 用木头竹子炒作的这个文物 我们中国的博物馆是不收别人的东西的 不要说这种东西我们真是看不上眼 奇怪,他们就收藏了 我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种族歧视的 我们称匈奴、南蛮、北夷 日本人我们叫日本鬼子 外国人我们叫洋鬼子 如果我们自己的人把他干掉了 就称者为王、败者为寇 如果还没有干掉了 我们称他们国人为匪 以前台湾称大陆共匪 大陆称台湾讲匪 不要说我们对外人歧视 我们对自己人也歧视 上海人就最讨厌江北人 广东人谁都讨厌 你如果以前到香港 你不会讲广东话 他们你都不理你 在过去十年有一个电影叫做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是右边这位约翰牛顿 他原来是一个贩卖黑奴的船长 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就从一生之力 在影响下面这位William Webberforce William Webberforce是英国众议院的议员 他就从一生之力 要用立法的方式 把这贩卖黑奴这个勾档 把他废除 有一次 有一次他就站在卖黑奴的船上 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所有人被造都是平等的 不论你是什么人 你都是从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 所以他们不但能够展览这些好的东西 也能展览那些落后民族的文物 圣经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们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这是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住在你们这边的外乡人 你也要爱他如己 你就可以看到 圣经的道德是有多么的高超 这是大陆出的一个纪录片 为什么要有这个纪录片呢 就是要将十八十九世纪那些大国怎么样崛起来 把它分析一下 就我看了以后 我非常的失望 因为在里面对于基督教跟圣经 对这些大国崛起的原因 他一概不提 为什么要有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告诉世界 我们中国开始崛起了 可是我们崛起的时候 我们是泱泱大国的风范呢 还是爆发户的庸俗 今天你到各大城市 购物中心 你就会看见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国人排了队 这边要买包 大国要崛起 其实是很容易 在1980年代 日本在什么项目都强 所有的电器都是日本货 所以他们赚了很多钱 就把曼哈顿纽约市有名的大楼 全部都买了 夏威夷一半都给买了 可是他们上了当了 他们买高 后来卖低 今天日本人很惨 没有地方住 就住这样的盒子 九州大地震之后 纽约时报就讲 日本的现代生活已经被颠覆掉了 因为我常常去英国 对英国的历史很有兴趣 在伊丽莎白一世当皇后的时候 西班牙非常的强 就做了这个一百艘舰队的西班牙的舰队 要强龄压境 还没有开战之前 伊丽莎白跟将士精神喊话的时候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过了几天 西班牙舰队几乎完全被歼灭掉 为什么呢 因为西班牙舰队在风转向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件傻事 把船全部抛了毛了 就好像次立战争 曹操把战船全部用铁链拉起来 结果用五艘火船 就把西班牙舰队全部歼灭掉了 西班牙跟英国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信神的 可是西班牙是天主教 英国是基督教 今天天主教都不鼓励他的信众读圣经的 因此西班牙就没落 起而代之 就是伊丽莎白一世所领导的大英帝国 奠定了日不落国的基础 伊丽莎白一世的帕巴是谁呢 就是亨利巴士 亨利巴士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 他讨了六个太太 三个都送上了断头台 因为他要离婚 罗马天主教不准他 所以他就跟罗马天主教分家了 罗马天主教是用拉丁文聚会的 可是他现在不能用拉丁文了 就怎么办呢 就下令翻译圣经 到了伊丽莎白的继承人叫做King James 就翻出第三版的 鼎鼎有名的清定版圣经 在1611年完成 到了2011年就有400年的历史 就在这400年中 这本圣经带给说英语的国家跟社会 不知道有多大的效应 这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 贫富贤淑加上贵族腐败 所以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 因此就起来流血革命 在这个革命之中就发生许多悲惨的故事 右边这个是双城祭前面的就是一个断头台 很多人就无辜的上了命了 可是在同样一个时期 英国却是没有革命 英国因着神的仆人像约翰·卫斯里这些人 他们就带来了英国的一个宗教的大复兴 在复兴之中 他的教导妇人 他们有责任要帮助这些贫穷的人 所以英国的穷人没有到活不了的情况 所以就用君主立宪的方式改革了 瓦特在1775年发明蒸汽机 蒸汽机是第一次攻略革命的原动力 可是你就会想了 为什么蒸汽机没有发明在法国、德国 这些其他的国家 却只有发明在英国呢 这是英国的一个景点 叫做Town of London 伦敦塔 伦敦塔是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 因为那边以前专门是关这个政治犯的 凡是叛国罪就在这边砍头或者吊死 在这个景点的上面有一个房间 这边是专门来展览大英帝国国王的皇冠 你就可以看到皇冠从King Arthur 一个很简单的皇冠 一直到眼镜到现在 他的皇冠的豪华的程度 你就可以看见大英帝国的发展 有一年我跟我太太有幸到白金看宫去参观 伊丽撒白二世登基六十周年的一个展览 展览他的皇冠 他的皇冠就不是像普通的 是钻石的 我们记得展览是一进去 墙上就打出来 说钻石就代表大英帝国的富与强 所以英国因着 所以英国因着基督教的信仰 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 后来英国国教逼迫那些 真正读圣经 真正遵循圣经的这些清教徒 所以清教徒就大量的 以五月花号为代表 大量的移民到了北美 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这些十三州的乌合之众 是农夫是学者 他们居然能够打败大英帝国 训练有数的军队 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 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 向你的敌人做敌人 刚才我们看到 西班牙本来是比英国强很多 但是英国却打败了西班牙 同样美国也是 因为这些人是照着圣经的话去行的人 所以当你照着圣经的话去行的时候 神就与你同在 所以就不在乎你的仇敌有多强大 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第一强国 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唯一 国家的领导人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 他的手是按在圣经上的 这是美国的地图 美国是受英国的影响 墨西哥是受西班牙的影响 美国跟墨西哥一线之间就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 在北边就以加州来说的话 加州如果是一个国家 是全世界第八富强的地方 在那里有许多高科技的公司 可是你到了南边 你就看见是一穷二白 今天有很多墨西哥人他们为了追求一个更美的生活 就愿意翻墙到美国 你如果开车在靠近边界的公路 你就会看见这样一个很讽刺的牌子 就告诉你随时随地都有这些非法的移民 西加代券从那边经过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他们创死了 在40年前我到美国留学读电脑 就有这样一个电脑叫做ENIAC 4 它是在一个体育馆一样大的地方 有一万九千个真空管 当这个电脑当机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一万九千个真空管里 看哪一个被烧掉了 而今天你的手机比当年的这个大电脑还要更有能力 电脑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 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电脑没有发明在中国 在苏联在其他的国家 却只发明在美国呢 这是西雅图 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城市 有两个大湖 这个大湖上面有两条桥 这边的桥是浮桥 浮桥是在桥梁里头最经济的 因为不需要打地基 可是浮桥就有个先决的条件 就是湖水的水面不能够相差太大 可是在西雅图 不论雨季也好 旱季也好 它的湖水的面是永远都不改变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出海口的地方 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就使得湖水面跟海水面有一个差距 所以你要出海或者入湖 都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 苏伊士运河的这样的工程才能进去 那这个工程什么时候做的呢 是1911年 1911年我们中国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在腐败的满清政府 明治未开 科学一窍不通 所以孙中山要兴起辛亥革命 就在这100年之间 这个工程就给西雅图带来不知多大的经济效应 光是房地产就不得了 这是比尔盖茲的豪宅 这个豪宅是大湖旁边唯一有沙滩的 那这个是个豪宅中的豪宅 那光是地下停车场就有50个位置 结果到了英国发现是学英国的 只不过他把英国的运河把它发扬光大了 在英国的运河是可以爬山的 也可以穿山洞 也可以过路桥 在100年前 为了要使运河畅通 所以就做了这样的路桥 这些不但是有帮助运输 而且这个运河每年365天的水都是满的 所以英国的水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 可是任何一个强国都有衰败的时候 美国原来是最强 可是现在因为欠了一屁股债 所以信用被降低了 而英国也有暴动 今天欧洲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西班牙希腊破产了 导致欧元贬值 可是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英国最近要脱欧了 可是在之前 他们一直都是欧盟的一份子 可是很奇怪的 他们却保持了他们英镑的制度 没有采用欧元的系统 为什么这些国家 原来是最大的在全国家 现在却欠了一屁股债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如果你照着神的话 你只会借钱给人 不需要跟别人借钱 今天美国已经衰败了 在1962年 大法官财敬在公立学校 已经不准人祷告 换句话说 他们把神从学校已经踢出来 今天许多的地方 都允许同性恋的结婚 而且大麻烟也合法化了 这是底特律 底特律在二战的时候 是国防工业的中心 现在是汽车工业的中心 可是现在已经破产了 以前有180万的人口 现在掉到80万 所以很多的建筑 已经没有办法维持 在第三世纪看到的东西 现在在底特律都看得到 40年前 我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 下了飞机 在加州的公路上奔驰的时候 把我吓坏了 对我来说 美国就好像一个 遍地黄金的地方 可是曾几何时 你在大都市 到处都是叫花子 现在加州 汗得不得了 最近又有大灾 这是一个艺术家 做的一个 开了一个玩笑 有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换灯 是大陆一个摄影师 叫做卢果 他把大陆 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的悲伤 把所有大陆上 环境污染的 全部都记录下来 我们看过财敬的这个纪录片 让我们知道 大陆有严重的污染的问题 很多人到大陆不敢吃了 因为都是假货 大国要兴起不难 但是要维持 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圣基怎么说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谨守遵行 不偏左右 也不随从侍奉别神 耶和华就必使你作手 而不作伪 但居上而不居下 大国崛起 只要怎么样维持 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道德 有没有那个智慧了 这是波士顿爆破案 是一对伊斯兰教的兄弟所做的 他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 所有都被监视器 跟手机全部都拍下来了 他们实随智慧之后 就准备再到纽约去再做一次 在开车到纽约的路程中 他们就劫持了一个汽车 这个汽车是我们中国人开的 那么结果就把他的信用卡拿了 到取管机拿了很多钱 正要去加油的时候 加油站不收信用卡 所以只好付现 这个时候我们的同胞就很机灵的 就从车子里逃出来 逃出来的也不知他慌张 还是他很机灵 就把手机放在他的车上 结果从此以后 这两个人的行踪 都是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到了一个地方 就开始警匪枪战 哥哥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病 就走出车外跟警察对干 结果没有子弹了 就被警察抓了 这个弟弟健壮 就用车子去创 结果警察很机灵的退掉 他就把他的哥哥给碾死了 结果他就跑到一个家人后面的帆船里头躲 结果后来直升机也来了 机器人也来了 丢了三个震撼弹之后 他就投了降了 今天一个死了 另外一个可能要判死刑 可是这个弟弟本来是在大学有奖学金 而且体育非常好 其实是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 就为了做这个傻事 今天可能要枪毙 在大陆最近开放了二胎制 为什么呢 原来伟大的毛子徐 为了要使用人海战术 就鼓励母亲们多生 所以人口从抗战的四万万五千万 一直涨到十亿 后来发现不对了 就开始只准一胎了 可是最近发现一胎不行 所以开放了二胎制 开放了二胎政策 为什么 一胎制就是用一个错误的政策 来弥补前面一个错误的政策 今天开放二胎制 就表示一胎制也是错误的 那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没有智慧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的话就是我的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做许多的决定 如果我们的人生 有神的话在那边指引我们 我们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就比较少 就显出我们的智慧来 圣经又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 如果你是一个笨蛋 你如果去读圣经 你都会变成有智慧 犹太人世界人口只有0.2% 但是他们得诺贝尔奖 却是22% 根本就不成比率 中国时报就讲 其实他也没有讲出真正的理由 圣经讲说 我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 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便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 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有智慧有聪明 因为神将他的话赐给他们 圣经讲说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智慧中有一个最好的智慧 就是得救的智慧 我们会以后再谈 圣经又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他最明白 他最了解我们 圣经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手册 如果我们照着去行 我们好好去研读 我们一生就必定蒙福 所以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愿不愿意去探讨一下圣经到底是怎么用的事 如果你已经是信耶稣的人 你愿不愿从今开始好好地研读圣经呢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为什么圣经是圣经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圣经里奇妙的例子 如果你有任何指教 请来信给我的邮箱的号码是 B-E-L-C-A-N-T-O-G at gmail.com 谢谢收看 愿神祝福你